《機動戰士鋼彈 極限 VS 極限爆發》 《機動戰士鋼彈 極限 VS 極限爆發》 在今年初公布消息之後就備受鋼彈名門的期待 如今正式宣布要在 7 月 30 號上市囉 從階級移植到 PS4 上的極限爆發 不但雙人分割畫面對戰系統回歸 EX 爆發系統還變成了三種 首先是能夠大幅提升機體的衝刺能力 和格鬥能力的格鬥爆發 除了能夠快速接近對手 格鬥追尾能力也會提升 再加上會降低格鬥招式 造成對手倒地值的增加 就可以打出更華麗且高傷害的連段 射擊爆發則是能夠讓鎖定距離上升 提升射擊武器裝填速度 一部分的射擊武器還可以連續發射 新增加的延伸爆發 則是能夠使用更低的覺醒量表 進入爆發模式 中斷對手的攻擊連段來重整態勢 並增加迴避的方向 降低受到的傷害 遊戲模式新增了極限進化模式 透過完成各種任務來強化機體 進而挑戰高難度的關卡 而粉絲們最關注的機體情報當然沒有少 這一代會加入許多原本階級版沒有的新機體 例如鋼彈創鬥者的金益薩克 鐵血孤兒的天狼型獵魔都會登場喔 《極限爆發》在上市前 將以4 月 25 日展開三天的封測 收藏的玩家們記得在4 月 10 日前報名參加喔 《極限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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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